我现在是在舞阳本田的二环南路店 今天走了十来公里 为啥呢 就是过来拍拍这个 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款车 本田的右手110 右手110这款车的关注度 那绝对是非常高 虽然是一个110的排量 你把这款发动机 放在右手110上 那绝对火爆 你把它放在V5110上 好多人觉得那一般 虽然在我看来 这两个车都属于弯梁的车型 这个车型颜色还是非常亮丽的 来兄弟给我说说 这个本田的右手110 这个官方定价是多少 官方定价是13000 13000块钱 前轮是带着ABS是吧 对 ABS和一个日清的双火塞 双火塞 前轮17寸 前后都是17寸的 它的这个油箱大概多大 油箱是4.1升 官方报价油耗是1.46 特别的省油 好 200多公里 没问题 好 200多公里 那是没啥问题的 飙到140 这个能跑 能跑60万 最高设计是85万 85万 它不可能算飙多少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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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主要是觉得能跑到60往上就还可以了 因为买这种车你要是跑特别快了也没啥意义 85足够了 好多人说这个车和V5110是一个发动机 我个人也都这么认为 你给我说说 这个发动机 说跟V5一样的 那 纯粹不懂车的 对 我确实不打动 这个车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握手发动机 就是 就是跟 之前 国外兴产的那个 就是差了一个几率的 这个区别 几乎都是一样的发动机 现在这个车订车的话 有啥赠品呢 现在这个车 五元本田是送1000块钱的大礼包 就是游汇券吧 装备券也是 就是通通店里选1000块钱的装备 它这个 这下边 这里边有马桶吗 这个 打不开 这是油箱 这是油箱 这么就能掰开吗 对 那不用钥匙也能掰开 嗯 它是这个油箱还是带锁的 油箱锁 这个油箱也是带锁的 哦 里边带锁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吓我一撬 后边带个人 不带人的话 把座拿开 然后装个大盒子 就是这里有一个螺丝 然后卸下来 然后光红一出 你可以当行李架 也可以当围箱 嗯 入个营啊 放个装备 非常的方便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对 非常实用 它我看这边也没有离合了 这是循环档 几个档循环 五个 四个 四个 标记的都是官方都是这个车都是四个 LED灯 前面这个架子哈 呃也有一个设计 就是比如说放个帐篷什么的 呃 挨个设计啊 都可以的 哦 对 这里啊 这里面它这个就是金属的呃泥瓦 哦 真是 这个主要是你到咱实体店里看实车的质感要比视频上要更高级感 嗯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挺亮丽的 对 因为这个车是目前是定了三个颜色 这是荧光黄 还有这个红色和牛肉果绿 呃 烈焰红吗 这 ABS 档位显示啊 1234啊 有档位显示很重要了 不然容易自己挂晕了 还有时间 有时间 嗯 嗯 听听声吧 嗯 这一个装启动还变了个点火柜 哦 这里还有个脚启动 有大车没 有大车 哦 有大车这里 大概定多少倍 哈哈哈 定了得得三十几排了 三十几排了 对 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哈 他呃 他身边的连上他三个人哈 每个人都定了一排 嗯 是啊 现在定车的话大概啥时候能调车呢 嗯 调的话首批应该到 四月底或者五月左右的 因为他现在 现在也开始调车 据我所知这款车简单一共倒两 对 然后各个店转 哈哈哈 现在到了非常好 嗯 就是药窗嘛 嗯 好嘞 谢谢 这是我们的轮 meng连一下 都很不客气 都能够 悠达 和确和公式 leri